小黑的糖果生意屡次被现实破灭 而如今的他 正联系上自己的好兄弟凯文 他希望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等到了第二天 凯文就带上他们驱车前往了奥克兰 因为凯文的表哥 正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糖果商贩 果不其然 当小黑一走进表哥的地盘后 就感觉这里人流广泛 是个糖果分销的好地方 等表哥接到几人后 本想着好好接待他们 但小黑却婉言拒绝 因为在他看来 眼下重要的是尽快完成自己的目标 但心急总是不能吃上热豆腐 这天晚上 小黑在闲逛中 他无意看见小时候来过的一处地方 接着贸然闯进屋内 里面却有着一位陌生的流浪女孩 带着自来熟的 他很快跟小黑聊到一块 紧接着 女孩就向小黑展示出自己的糖果工具 而这种新颖的玩法 愣是把小黑看傻在原地 同时也让他发现了新大陆 于是他让女孩带他去买这种糖果 见到卖家的小黑也是没有过多废话 上来就开门见山掏出一打马内 要了马在手里的所有糖果 但他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见他们的幕后老板 在混混们的引荐下 小黑顺利见上这个新型产品的创始人迈克 而此人也是本地家族的糖果商贩 他质问着小黑有何目的 小黑说 自己非常看好这种新型糖果 如果他也能够参与其中 那以后整个洛杉矶的销量 他敢称第一 就没人敢称第二 听着小黑话的大饼如此诱惑 贪图利益的老大也是欣然答应 于是他带小黑来到厨房 迈克开始手把手给小黑上课 要想降低成本 第一步要让果粉加热到一定程度 从而达到油里简固化 完全工序后 再分离出每一小块 只有这样做 收益才能爆增数倍 经过了一个通宵的学习后 小黑带着成品就找到兄弟两人 有了一手货源后 兄弟们立马开始工作 每一块糖果都被独立包装 可好奇的卷毛问道 我们应该从哪条渠道开始分销 结果小黑的回答 却让卷毛两人彻底蒙圈 要想在洛杉矶打开新型糖果市场 小黑决定先拿出去免费赠送 毕竟新鲜的事物 都需要一个让人接纳的空间 等大家都尝试过他的威力后 自然而然 就到了躺着收钱的时候 听着小黑缜密的商业计划 卷毛跟凯文也只能立马执行 两人来到公园开始工作 只要能够帮他们传播消息的 都可以免费领取一包 与此同时 小黑带着剩余的糖果找到舅舅 并希望舅舅也能一起加入 但唯一的条件就是 这些糖果不能卖给白人跟墨西哥人 因为小黑要成立自己的黑帮帝国 日后必定将墨西哥帮派赶出洛杉矶 到那时候 每天数钱的日子就来了 听完小黑缜密的计划后 舅舅和舅妈对视了一眼 又是家人又是合作伙伴 他们没有理由可以拒绝 第二天小黑来到公园 看着这群早已等候许久的国友 小黑内心暗暗窃喜 因为计划中的第一步 总算是看到了好的结果 等小黑满心欢喜准备跟卷毛分享时 卷毛却累了一天 赤怒小黑一天不干活还拿得最多 两人争吵中还大打出手 好在凯文将两人拉开 卷毛这才愤然离去 小黑则傻傻地站在原地 他根本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要遭受好兄弟这本对待 等到了第二天 小黑只能亲自到公园卖着糖果 但他万万没想到 想明白的好兄弟卷毛正要找他和解 殊不知家门外的仇家来名 已经盯上了他 等小黑卖完后回到家 看着院子里乱做一团的物品 随后看见的 却是好兄弟卷毛躺在那奄奄一息 小黑冲出来被这一幕震惊 他迅速脱下衬衫捂住伤口 接着回到屋里呼救波佛乐 等回到卷毛身边时 卷毛却没有顾忌自己的伤口 而是交代小黑赶紧转移屋内的糖果 这番话瞬间点醒小黑 他火速冲进房拿出糖果跟马内 于是跑到院子里四处寻找堵藏之地 东西安放好后 小黑回到卷毛身边 不停唤醒着卷毛不能睡去 他内心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出凶手来你 必须让他血债血长 小黑向母亲坦白了白天发生的一切 甚至自己开拓的糖果生意 也如是告诉了母亲 可就在这时 隔壁家老王前来询问 毕竟作为一名波佛乐 他需要问清楚邻居小黑事情缘由 画面一转 卷毛大难不死回到家中 两人也交谈着此事应该如何反击 现阶段绝不允许对方踩着自己的肩膀 毕竟现在的糖果生意正是火爆时期 两人分析 当天袭击卷毛的只有莱尼一人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他 小黑决定先从他身边的人查起 于是 他找到会所里的女老板 告诉他自己的请求 他想约见莱尼身边的人 但女老板一脸不屑 我凭什么要帮你 在这种苛刻的质问下 小黑当然知道用什么承诺去引导女老板 紧接着 小黑在餐厅静候对方的出现 来者正是莱尼曾经的兄弟 雷哥 可刚坐下来的他 就质问起小黑 本就是你们先动手教训了莱尼 如今莱尼冲动寻了你的仇 这可不能怪他呀 接着小黑让他看清楚额头上的疤痕 如果不是当初你们先惹事 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 眼看谈不明白 小黑直接放下狠话 此话一出 雷哥顿了一下 接着问小黑到底想怎样 把人心玩弄于补掌之间的小黑 早已看透了怎样去收买人心 下一期我们接着看看 小黑和舅舅是如何利用黑老大搭配 达到小黑人生中的第一个小目标 关注我 咱们不见不散 更可信 欢迎订阅